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治下马列主义学位成就业金牌 习近平与李克强势力和解 把戏而已 熊安惨淡 每天一班车 习近平大计烂尾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五大机构要员将随习近平南下 据星岛日报报道 习近平今天抵达香港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他此行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身份 而且按照官方的说法将是视察香港而非防港 包括一些特区政府高官在内的港人 常说领导人防港 这表面与视察香港并无分别 实质上相差甚远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视察是上级人员到下级机构检查工作 彰显的是上下级关系 凸显的是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包括建筑权 早在2011年8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来港 新华社已经开始使用视察一词 习近平此行将有哪些随行人员呢 根据国家元首逢五逢十到香港的代表团规格 将由党政军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人随行 代表五大机构向香港特区表达祝贺 五年前第一夫人彭丽媛也随行 相信这次彭丽媛也会来港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都定是代表团成员 这也将是夏宝龙出任港澳办主任后首次来港 代表团成员相信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名副委员长 一名政协副主席 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通常还会检阅驻港部队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预料也会陪同 最近本港一些大型庆祝活动 驻港部队首长都缺席 可能是疫情之下 为了这场阅兵进行闭关演练 除了国家领导人级别 也会有一些不及高官同行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 前天在武汉亮相 相信也会随习近平南下 按照惯例 其他随行者可能包括公安部长王小红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舒磊等等 好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报道 习近平闭关893天 终于成了顾家寡人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893天 没有离开过本土 香港之行是他两年多来第一次出行 离行前 他仍在大力宣扬新冠清零政策 而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 这一政策在外交上孤立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据媒体报道 这位中国领导人将于周四和周五 跨越边境线前往香港岛 参加香港回归25周年的静点活动 尽管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 但自疫情爆发时期 香港与大陆的边境就已经关闭 预计习近平将在深圳过夜 自新冠疫情出现以来 习近平就停止了所有的国际旅行 他最后一次出国旅行是在2020年1月18号 前往缅甸 从武汉封城开始 他坚持一项政策 即在其他国家开放的情况下 通过严格封城和关闭边境 来达到清零的目标 疫情期间中美关系恶化 双方因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口 香港的政治自由 以及新疆的种族灭绝的指控 而发生冲突 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起源展开调查 也导致中澳关系陷入僵局 而北京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压力 更是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助理教授 刘东书表示 待在国内影响了习近平的国际影响力 尽管他试图通过虚拟出席活动 来减轻这种影响 不过没有面对面的出席活动 使他无法进行非正式会谈 本周20国集团的12位领导人 在德国和西班牙参加了G7和北约的峰会 中国是一个关键的议题 中国领导人没有参加去年在罗马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 也没有参加随后举行的气候峰会 而是选择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两场会议 自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月上任以来 习近平已经四次与拜登通话 依靠电话和视频通话 管理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在疫情期间 习近平给世界各国领导人打了大约100通电话 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 为习近平提供了难得的外交窗口 大约20位领导人 主要是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了中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因中国涉嫌侵犯人权 而加入了美国对此次活动的抵制 尽管如此 习近平仍举行了约18次双边会议 其中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 就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前几周 习近平与普京联手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 自那以后 中国因拒绝谴责普京入侵乌克兰 而受到美国的抨击 拜登政府警告称 提供庇护以躲避制裁或提供军事装备将带来后果 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本周早些时候 中国将入境隔离时间缩减至一半七天 此举被视为是结束中国孤立状态的第一步 这也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准备重返全球峰会的信号 但刘东书认为习近平防港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力量的动作 而不是对外开放的议程 他说前往香港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北京需要证明香港已经稳定 习近平已经成功的恢复了香港的政治秩序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治下马列主义学位称就业金牌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因为先前打击房地产补教和网络产业 又坚持实施清零政策 导致经济形势低迷 1076万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 青年失业率飙高 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在习近平主政之下 马克思主义重获重视 企业对主修马克思主义的应届毕业生增加职缺 就业网站统计企业开出的职缺比去年增加了20% 报道说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过去数十年来却一直是让大学生毁涩难懂的主修科目 但习近平主政后要求中共干部牢记初心 马克思主义如今重获重视 根据应届生求职网的统计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第二季招聘旺季 企业开出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位的职缺增加了20% 从政府部门到私营企业集团 雇主都在寻找马克思主义专家 分析师表示 随着中国与美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处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新冠大流行的管理方面 都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 拥有马克思主义学位的毕业生受到欢迎 凸显习近平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努力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 加强这个主修的目的在于训练思想警察 来对全体民众洗脑 中国的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学位 要向学生灌输由马克思发展 但经过习近平和他的革命偶像毛泽东所诠释的哲学 例如河南省中部某大学开设的三年制 马克思主义硕士课程 包括思想教育的原理与方法模组 以及18小时习近平对教育的讲话研究 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之前 中国正经历1978年邓小平所启动的为期30年的改革 在这个强调经济繁荣而非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很难获得吸引力 但习近平已明确表示 他打算主导一个意识形态更严格的新时代 随后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教师的需求 在教育民众为何中共政权优于西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中共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同一年 中国教育部通知各大学因为每350名学生聘请至少一位马克思主义讲师 随之而来的是人才招聘热潮 大学的思想与政治教师数量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二 马克思主义学位似乎可以抵御经济衰退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处于18.4%的历史高位 限制其他主修的求职机会之际 应届生求职网的数据显示 马克思主义教师的薪资和福利 正赶上旗馆等以前更受欢迎主修的求职者的薪资和福利 在陕西省北部 城市工人的平均年薪为52,000元人民币 西安科技大学为拥有马克思主义博士学位的教师 提供每年20万人民币的基本工资 2万人民币的签约奖金和免费住房 从幼儿园到高中等教育机构 也在按照指示积极招收马克思主义毕业生 教导年仅10岁的学生学习习近平思想 在海南岛南部 一所精英中学为马克思主义教师提供了15万元人民币的年薪 以当地标准而言是相当高的 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习近平与李克强势力和解 把戏而已 自由亚洲刊登未卜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 进入2022年以来 中国政局一直处于简不断理还乱的困局中 但最近似乎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 政治学者吴强最近在接受明镜CEO和平先生的专访中表示 中共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和解信号 我也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 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似乎和缓的信号 比如习近平的三名臭名昭著的干将退居贤职 西方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俄罗斯问题上的强烈不满 因而略微释怀 中国的战狼外交似乎也正在收敛 中国和美欧的关系似乎趋于和缓 红二代中有人被重用 可能预示着习近平和红二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会缓解 习近平的干将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新疆书记陈全国和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 都是习近平的忠臣 都在任上使出浑身解数 向习近平表忠讨好 乐玉成就是在普京二月访华时 道出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名句 这肯定代表了习近平当时的心声 而颇获官媒好评 但此时非彼时 近来中俄关系的不干不尬 让习近平心生烦恼 于是这个自1986年起就搞外交的乐玉成 顺理成章的成了提罪羊 被发配去搞什么广播电视的牢神子 陈全国在新疆使出非人权的霹雳手段 把上百万新疆人关进所谓的在教育营 引发西方国家的集体声讨 他去年年底被调离新疆 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租长 至于张晓明 此工在港澳干了36年 本来没什么大本事 只因一贯努力推动极左政策 为习近平提早收复香港 断送香港一国两制立了大功 张晓明在国际上成了果节老鼠 最近被任命为中国政协副秘书长 有人说此举是对张晓明的贬斥 香港作家严成钩嘲讽说 这三个部级高官 在外交民族港澳三个层面 以极左面目张狂多时 本以为可以邀宠升官 为了习近平的极左政策面临收皮 三个极左马前卒被激起 意味着中共的大国策 正处在全面反省检讨的前夕 中共是不是真的在全面反省检讨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体会到 中国官方试图传递的和解信号 最近中国派欧洲事务特别代表 吴洪波走访比利时 塞浦路斯 捷克 法国 匈牙利 德国和意大利等国 据了解内情的人说 吴洪波所到之处都是放软身段 承认中国犯了错误 从处理新冠疫情 实施战狼外交 再到经济管理不善等 中国明白他们走得太远了 美中两国之间也出现了 些许缓和的蛛丝马迹 6月13号 杨洁篪与沙利文在卢森堡会谈 进行了四个半小时 双方分别用坦诚实质性 富有成效和坦诚深入 建设性总结这次会面 就连美中两国国防部长 奥斯汀和魏凤和 6月10号 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上 双方指着鼻子骂 对方是台海地区的威胁 也被华尔街日报神秘的解读为 双方大放狠话 实则实在缓和局势 再有红二代潘岳近日被委认为民委主任 有人说他可能会用美国的大荣卢理念处理新疆问题 有人还得出红二代被重用的结论 或许他会用不同于陈全国的方式治理新疆 但很难就此说红二代被重用 同时红二代 罗点点给马晓丽最近披露的公开信 就直指习近平清零政策的荒诞 尽管马晓丽和习近平的私交曾经不错 在习近平初上台之际 曾率众多红二代鼎立相挺 但罗马二人绝无可能被重用 那么这些缓和或仕途缓和的迹象 说明了什么 依我之见 说明习近平在让步 向党内不满他的力量让步 向欧美国家让步 向红二代中原本支持他 但现在不支持他的力量让步 为什么让步呢 因为经济太糟 不让步 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崩盘 中国经济崩盘 习近平依赖的裁员就有可能枯竭 社会就有可能陷于动乱 党内不稳社会动荡 经济凋敝三折接连而来 习近平根本无法招架 连任就可能破局 所以说习近平必须让步 不让步 大家一起完蛋 这是没有选择的 根据习近平的心胸认知野心 级政策的走向和执政的轨迹 他在此时此刻玩点让步的把戏 搞点权宜之计 可能性很大 他这样做十有八九 是为了助自己渡过难关 一旦过了难关 只怕他会向认定的极权方向 大不迈进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雄安清冷 每天一班车 断了习近平的大计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亲自决策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近日再传最新烂尾消息 有中国媒体查阅中国铁道数据 发现相当于六个北京站的雄安站 现实每天只剩一趟班车 据中国自媒体海珠研究院报道 受经济两地疫情防控政策 及雄安新区发展现状影响 雄安站近期每天只保留了一趟 往返北京西站的列车 报道提出质疑质问 如果一条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之后 客流惨淡 这是否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和资源错配 雄安新区曾被视为习近平的政绩工程 中共官方曾形容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入推进经经济协同发展 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是一项历史性工程 甚至指雄安新区是习近平心中的千年大忌 五年前中共官方宣传雄安新区计划时 曾夸下海口声称要斥资30万亿人民币 打造一座未来之城 雄安站战场总规模13台23线 总建筑面积47.52万平方米 相当于6个北京站 2020年12月启用之时 中共党媒曾以中国高铁新名片来形容雄安站 由于相关消息在政治上相当敏感 中共网管对这条消息似有特别安排 现在在海驻研究院的微信账号上 相关资讯仍然存在 但在百度搜索雄安站每天只剩一趟车 却无法搜到这条消息 对于雄安站沦为大白象工程 翻墙看到消息的中国网民 纷纷做出冷嘲热讽 有网民一语指 乍一乍改造成末日废土主题公园 或是当影视基地拍终结者续集多好 也有网民说 你不懂这千年大计啊 一千年后就满负荷运转了 不信你到时候再看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